前列有皇冠昌还有馆长陈之翰 716公平正义旧台湾活动 在16号下午2点登场 可以看到工作人员一早是进驻 而主舞台也已经架设好了 号召4万人 16号下午2点凯道舰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 测试音响器材 也有年轻人一早卡位 因为我是自己创业 所以很可以体会 就是台湾买房的这个就是困境 居住是民生最基本的诉求 韩花政府落实居住正义 不过皇冠昌角色尴尬 因为近期被踢爆 他的系纸住家五楼是违建 仲菜机林地便停车场 甚至国产署也认证 他占用国有土地 山坡地保育区作为住宅使用 有被检举或是怎么样 其实因为你就是做错了嘛 那你就应该就是要被罚款这样子 宏国昌应该要立刻出面道歉 一手喊居住正义 另一手却违法获利 招职一号召上街 正当性不足 皇国昌高喊 民间集会却可能变成造市场 因为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将现身 15号脸书先发文 我当然有资格谈居住正义 请大家和阿明一起上开道 还有柯文哲侯友宜也将到场 不过侯市长也因社宅提 杠上内政部长林又长 租房子大家租得起 租金能够实价登录 我们会拼社材 用多元的方式 让社宅的量不断的大幅提升 说是民间诉求 在野党想选总统的都来了 在台上政见发表会 相互PK恐模糊焦点